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春晚阳讲坛 今天是2020年9月7号 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点击订阅和点赞 你们的鼓励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谢谢大家 大家从屏幕当中也许可以看到 我今天讲的主题 今天就是准备给大家讲 怎么这么大算 酸来说起来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个大家都喜欢的调味品 也是营养非常丰富的一种蔬菜 深受大家的欢迎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蒜它还有一种重要的作用 也就是说它在蔬菜的轮作当中 由于它的根据 能吸收土壤里面的流 也会分泌出寒流的化合物 这种寒流化合物有杀菌作用 有这个蛆虫的作用 所以种蒜对这个土壤的清洁和健康 有着非常的作用 同时由于蒜的根据发达 它可以有效的活化土壤里面的矿质养分 因此都把蒜作为其他这个蔬菜轮作的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品种 特别重要的是蒜的耐寒力特别强 所以像在温哥华这种冬季寒冷的地方 那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那说起种蒜呢 我们先讲一讲 就说种蒜的几个基本知识 第一点我们要分清楚 这个蒜有哪些种类 总的来讲两大类 一类是中国蒜 中国蒜的话它个头小 这个一半蒜的话重量的话大概也就5克左右 另外一种蒜呢是俄罗斯蒜 俄罗斯蒜呢它个头大 一半蒜的话就能有中国蒜的这个大概5半那么大 所以个头的话很大 是如果吃蒜的很过瘾 但是呢它其实相互之间过有过的优点 过有过的缺点 那归拿起来来说就是中国蒜个头小 吃蒜吃起来不过瘾 但是呢中国蒜的话 它蒜苗的质地比较柔软 而且最最重要的是它生长去短 不影响下一作 比如说我们在温哥华种蒜 我9月底种下去 那它10月份11月份12月慢慢生长 那到12月份1月份就可以吃蒜苗了 到3月份4月份它迅速生长 那个时候蒜苗构头很大 进入4月份以后蒜苗开始老化 那也就别吃蒜苗了 那留下的蒜 这个让它长蒜苔 这个1月份不见动静 2月份才有一点点动静 那当然它这个4月份5月份也开始生长很快 但是相对来说蒜苗的质地就比较粗糙 更不好的一点是它的蒜苔要成熟 一般都要到7月中旬7月底 所以等到能收大蒜的时候 它是已经是到了8月中旬 那种了俄罗斯蒜以后 后座基本上种不了什么 不像这个中国蒜 中国蒜的话6月中旬抽了蒜苔以后 还可以种豆角 还可以种黄瓜什么的 那种俄罗斯蒜就种不了了 只有在地非常宽广 一年以内不准备种其他东西的时候 我才主张种这个俄罗斯蒜 这种蒜苔的味道的话 那俄罗斯蒜的蒜苔的话 蒜苔大 老味足 中国蒜苔小 老味就没有那么足 差别就是这么一点 所以至于喜好不喜好 看国人的取舍 另外呢 种植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我试过 我这个人就说 这个这个自认为不聪明 但是呢 最大的特点就喜欢试验 我来到温国华以后 我几乎试验过每一过月种蒜的效果 但是实际上 蒜在夏天休眠 典型的是七八九三个月休眠 是它的规律 但反过来它冬季耐航可以生长 所以种蒜的话 如果真要蒜苗质量好 真要蒜的这个质量好 那一定是九月底十月初种蒜 这个时候蒜苗的质量才会好 蒜生长的才好 如果非要抬杠的话 说哎 我我这个这个七月份 我障碍中蒜 我八月份障碍中蒜 那我不反对你种 只是说 把这种经验推介给大家 没有这种 没有这种这个推广性 所以真正种蒜的时间 应该在九月底十月上去 因为我为了讲库 所以我提前两周种 种了给大家做释放 在种着时间 猎的话种的方法 种的方法的话 大家可以看出来 我这个的行距 就是每一行或每一行之间 相隔差不多30公分 但是猪距 就是每一半蒜 或每一半蒜之间的距离 就比较近 大概也就五公分左右 这为什么呢 因为蒜苗我们是可以绿续吃的 我们这个地 既可以收蒜苗吃 也可以留着养蒜苔 最后收大蒜 这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每年都有很多人纠结 我吃了蒜苗还有蒜苔吗 就一颗蒜苗来讲 你吃了蒜苗 当然没有蒜苔 也没有大蒜 但是呢 我相信你不会只种一颗 一块地里面会种好多颗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那就是蒜苗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现在每行 这个行距 是差不多30公分 但是我们这个猪距 仅仅是5公分 那到蒜苗出来以后 我们就相见一颗一颗一颗的把这个蒜苗 剑出来肉丝吃 也就是说第一颗留着让它长蒜苔 第二颗扒出来吃蒜苔 第三颗留下来让它长蒜苔 收大蒜 就这样就可以了 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别再纠结 我要吃大蒜 还能吃蒜苔吗 可以的 但不是同一颗 另外一个就是 种的时候 我这里剥了个样子给大家看 两种极端 一种是对蒜种不做处理 整整头蒜就这样种下去了 这样种下去不是它不会出 而是不好 为什么呢 一个蒜 一个大蒜 它里面有七八磅蒜 你这样的东西出来以后密密麻麻 而且不破皮 它出来的话不整齐 另外一种是走了另外一个极端 把蒜剥的像做佐料一样 剥的干干净净 这样也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蒜的皮是它的保护膜 蒜磅上的皮是不要剥的 但是一头大蒜是需要剥开分磅的 分磅重 不要整头重 也不要剥得干净 剥了把所有的皮都剥掉 就这样种 那说到这里 肥料怎么办 肥料的话我这块地里面 我放了大量的 我用酒渣堆的肥 还有混了一份牛粪 大概一个平方米的用量 我的酒渣用量差不多到了20公斤 牛粪的用量10公斤左右 所以这个底下买的有机肥是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就没有用任何其他的肥料 我用的是Solo Boost Plus 大家以后可以跟踪的观察 看差别怎么样 如果眼睛尖一点的朋友还可以看出 我在蒜磅周围撒的Solo Boost Plus 所以我用肥料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这么做 但这边的话我移载了一点菠菜 我在菠菜行间种进了蒜磅 这就是它长出来以后 绿续吃蒜磅把它吃了 因为这个菠菜的话是大药菠菜 也是绿续休叶子吃的 这个通过休叶子吃 来调节它们之间的关系 不会太密 所以的话 种蒜其实非常简单 而且蒜的话 因为它有蒜磅 它在土壤里面它是非常精湿的 别的东西种下去可能要马上浇水 这个蒜种下去即便不浇水也没关系 因为最近土壤还有潮气 这样到潮气 它休眠去过了 它该出苗它会出苗 但也许有人问 那你不严肿吗 要严肿 因为现在我是方便给大家看 所以我故意把它露出来 那大家注意到了 我是开钩种的 这个钩的深度10公分左右 那我严肿的时候怎么严 严肿的时候我就把 钩斑上的土盖下去 把蒜种盖住 大概3公分左右就可以了 特意留下一点钩来 为什么特意留下一点钩来 这涉及到培土的问题 那就是等到这个3月份 蒜苗开始长垢了 再把两边高处的土 扒来埋到蒜的根部 这就叫培土 所以是开钩种蒜 钩距30厘米 每半蒜之间的距离5厘米 其实就很简单 那最后一个问题 蒜种到哪里买 蒜种的话 中国蒜的蒜种 很多超市都有 我这个是在韩国超市买的 HDMAR买的 应该是3块多 一包一公斤 现在去买的话都有 7HST的这个熊鸡排 大蒜也可以用的 不需要刻意去团购什么蒜种 这个蒜种到处都是很方便 我的主张 如果在院子里面地小 千万不要中俄罗斯蒜 太战地 影响我们下一作 好 谢谢大家的观看 祝大家身体健康 瓜果满人